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吉人生 预言误到你 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半人半马的你所思 濒临死亡 心中充满着仇恨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 做出了最大的抱负 他又谎言欺骗戴安妮拉 对她说 你是美丽高贵的女子 海克利斯是个初人 她不配拥有你 我太迷恋你的 才会做出无礼的举动 在我死之前 请你收下我的礼物 她将会成为你的护身符 尼索斯用最后的气息说 美丽的公主 我将要前往阴暗的名府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爱慕 以及刚才的诗礼 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尼索斯递给戴安妮拉 一件长袍 她说 这件长袍用我的血浸泡过 有一种爱情的魔力 将来 海克利斯一定会对你不忠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死了 仍然会继续的守护你 到时候 请你让海克利斯 穿上这件长袍 她会帮你把丈夫抢回来 戴安妮拉觉得 这是一件诡异的长袍 迟迟不敢收下 尼索斯硬是将长袍 塞到戴安妮拉的手中 叮咛说 这件长袍 能够守护你的爱情 一定要让海克利斯穿在身上 她说完之后 就独发身亡 虽然戴安妮拉 从未怀疑过海克利斯的真心 不过 她还是收下了这件长袍 原本走在前面的海克利斯 赶紧回头 来到戴安妮拉的身边 虽然 尼索斯已经断气 还是不能够消她的愤怒 她使力地将这只半人半马兽的尸体 撕裂成两半 一半丢到河水里喂鱼 一半甩到山上喂秃鹰 海克利斯紧紧地牵着戴安妮拉的手 小心保护她渡河 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两个人可以从不安的情绪中解脱 然而 尼索斯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 不断地在戴安妮拉的耳边环绕 几年之后 有一次海克利斯远征回城时 在厄卡利亚国停留 他想要在当地向诸神献上祭礼 表达心中的敬意 国王欧里图斯很欣赏海克利斯的应有事迹 有意思要将女儿伊奥雷嫁给他 于是强留海克利斯要留下来做客 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的戴安妮拉 听信了海克利斯爱上公主的谣言 虽然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海克利斯会背叛她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不安 这个时候 尼索斯临终前的预言 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耳边响起 海克利斯一天不回来 戴安妮拉一天不得安心 她想要赶紧将丈夫召唤回来 又担心丈夫会起疑心 所以她派了一位忠诚的家仆 将长袍送去给海克利斯 并且转达 请她穿着这件美丽的长袍 出席对天神的祭典 典礼结束之后要尽快地回国 海克利斯收到家仆送来 妻子特地为她准备的这件美丽的长袍 她的心里很感动 她也打算等到祭典一结束 就要马上回家 谢神的祭拜仪式即将开始 海克利斯知道国王有意要将公主嫁给她 但是她心中已经有另外一位公主 戴安妮拉了 她故意穿上妻子送上了长袍来参加祭典 也象征着夫妻两人坚定的爱情 谁都不知道 你所思留下的那件长袍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就在海克利斯一步步走进祭祀台池 恐怖的答案即将揭晓了 海克利斯身穿长袍 缓缓走向祭祀台 国王和公主对这位相貌堂堂 气宇轩昂的英雄满意的不得了 没有想到 一走到太阳底下 浸泡过你所思的血 和毒蛇血的长袍 就像是紧箍咒一样 一点一点往身体里面缩 每缩一点 烧灼般的痛苦就袭击全身 仿佛毒火沿着全身的血管在乱窜 其实这是水蛇之毒 经过你所思血液的进化加强 痛苦就更深了 长袍经过融化 牢牢的粘在海克利斯的皮肤上 全身的血管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不管海克利斯怎么勇敢 意志力如何坚定 都无法抑制这种痛苦 他狂乱的惨叫 在地上打滚 已经失去了理智 无意识中 他随手一抓 就将一位来参加祭典的大臣 说一个稀巴烂 现场的人都吓坏了 看到海克利斯还有力气杀人 以为海克利斯又发疯了 国王看到海克利斯一直想要把身上那一件长袍扒下来 认为这件衣服一定有问题 就命令几个人帮忙他扒衣服 可是这件衣服几乎和他的皮肤粘在一起 越想要扒掉就粘得越紧 海克利斯浑身血淋淋的 他终于撕下一小块的衣服 结果腐烂的皮肉也跟着被剥落 海克利斯认为 自己不能够死在异乡 因为戴安妮拉还在等着他回家 说什么他也要爬回去 为了完成海克利斯的心愿 他的亲信西斯罗跟几位力气大的勇士 将海克利斯用棉布包裹起来 搭着国王提供的船只回家 一回到家 西斯罗气冲冲的跑去向戴安妮拉问罪 问他 为什么要让海克利斯穿上新袍 这根本不是象征爱情的长袍 而是会致人于死的武器 戴安妮拉不知道该怎么向海克利斯解释 同时对自己的大意 他也感到心痛 自责 西斯罗离开之后 海克利斯在旁人的帮助下 来到戴安妮拉的房间 可惜来不及了 戴安妮拉因为无脸面对丈夫 就在房间自杀了 海克利斯不管身上的剧痛 抱着妻子的尸体大哭 仆人向海克利斯解释 戴安妮拉一直将那件衣袍当作是宝物 象征夫妻两对于爱情的坚质 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思的阴谋 海克利斯 在家点燃柴火 可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现在多活一分钟 对海克利斯而言都是痛苦和折磨 他向好朋友菲罗克特特斯请求 赶紧点上柴火 听到好朋友痛苦的叫唤声 不忍心他继续的痛苦 菲罗克特特斯泪流满面 手指火把走向柴堆 熊熊烈火开始燃烧 嗶嗶啵啵的声音作响 浓烟在上空旋转着 向天空飞去 这个时候 天上发出了一道闪电 加速火焰的燃烧 然后雷声大作 包围着柴火堆 将这位不死的英雄 送到奥林帕斯山去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海克利斯的身躯在南宵 他灵魂中的善与恶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宗师将他升上了奥林帕斯山 不但与厚拉合戒了 还成了众神狩猎时的搬育工 至于恶的部分 则被冥王黑帝斯重用 收编成了一位披着狮皮 专门管理重轨的管理员 当火焰熄灭之后 包括好朋友 菲罗克特特斯等人 都在灰烬中 寻找海克利斯的遗骨 奇怪的是 不论大家怎么翻 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 众人不再怀疑 神奇的命令已经应验了 亥克利斯已经从人间解脱 成为天神 所有的希腊人 都把亥克利斯当作是神奇来崇拜 献祭并且敬奉他 在天上 有女神雅典娜亲自接待这位永生的英雄 引导他进入诸神的团体 亥克利斯已经走完人间的历程 天后赫拉不但和他和解 还将女儿青春女神西比许给他为妻 西比在光辉的奥林帕斯山 为亥克利斯生下美丽永生的孩子 海克利斯上了天上之后 欧里斯修士国王再也不用惧怕他了 国王心里想 海克利斯生前 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可以把仇抱在他的子孙身上 国王找人调查之后发现 海克利斯的子孙们 大都跟他的母亲 阿尔克莫涅生活在一起 住在阿尔戈辛的首都麦肯尼 为了逃避国王的迫害 海克利斯的子孙逃到特拉奇斯 希望能得到国王克与克斯的保护 欧里斯修士不肯放过子孙们 要求并且恐吓克与克斯 要交出海克利斯的子孙 否则就要对弱小的亡国动武 杀光这个国家的人民 海克利斯的子孙们感到很不安 为了不连累无辜的人 他们连夜逃离了特拉奇斯 海克利斯的侄子和朋友伊尔拉尔斯 就像是担任父亲的角色一般 一直照顾着海克利斯的子孙们 伊尔拉尔斯在年轻的时候 跟海克利斯有同甘共苦的患难情 两个人交情不同一般 虽然自己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但是他仍然是尽心尽力 保护老朋友的子孙 跟着他们一起漂流到世界各地 子孙们的目的在于 巩固海克利斯在波罗奔尼萨所取得的地位和财产 他们在欧里斯修士国王的追赶下 艰难的来到雅典 这里是特修斯的儿子 德摩峰统治的地方 来到了雅典之后 子孙们在教室的祭坛前 祈求雅典兰的庇佑 国王也追过来了 他派来的使者威胁嘲笑子孙们说 你们以为这里很安全吗 我告诉你们 没有人敢跟强大的 欧里斯修士国王作对 我劝你们还是跟我回去 接受严厉的判决吧 要不然我就叫人用乱石把你们通通打死 伊尔拉尔斯挡在子孙们面前 他不怕来的人是谁 毫无畏惧的对他说 我们诚心诚意 在天王宙斯的祭坛前祈祷 相信圣坛会保护我们大家 对你这种卑鄙的小人 我不仅不会害怕 更不怕你们国家派人来抓我 因为我相信 这里是拯救我们大家 一块自由的土地 使者酷皮洛语斯听完这番话 先是一阵大笑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他语带威胁的说 好吧 既然你不怕 就继续在这里待着 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老实告诉你 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跟在我后面的 还有一支你们看不到的强大军队 很快的你们就会从这一块 你们认为的自由之地上被赶走 伊尔拉尔斯提醒使者 回去问你们国王 叫他想一想 当年海克利斯是怎么杀死九头蛇怪 怎么扒了狮子的皮 还有制服名服的三头犬的 这些人都是海克利斯的后代 别想要伤害他们一根寒毛 要不然 海克利斯绝对会像打怪兽一样 先扒了他的皮 大卸八块之后 再拿他的肉去喂狗 伊尔拉尔斯回过头 他看到现场聚集了许多围观的雅典居民 他大声地对居民呼喊说 虔诚的朋友们 你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受到宙斯和海克利斯庇护的人 被蛮横的国王劫走 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宙斯的圣地 遭到小人的亵渎 他们这么做 也是对你们城市的莫大侮辱 伊尔拉尔斯对人民深深的呼喊 引起了雅典人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他们看到一群流亡的人 围绕坐在神坛的四周围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那一位跟使者对呛 白发苍苍的老人是谁 围绕在圣殿旁边 那些漂亮的年轻人又是谁 伊尔拉尔斯向大家解释 这些人都是大英雄海克利斯的后代子孙 为了避免阴险 恶毒的国王 欧里斯修士的追杀 才会躲到这里来 他请求人民一同保护他们 雅典人民听完这群人逃难的过程 以及遭遇到的不幸 不仅深深的感到同情 还很钦佩他们的勇气 和坚毅的精神 不愧是大英雄海克利斯的后代 雅典军民团结起来 命令粗鲁的使者迅速离开神坛 要他滚回自己的国家 使者库皮洛宇斯 被雅典军民一阵一阵的虚声 给逼得步步后退 现场所有人加起来的气势 比他的后援军队的气势还要大 站在别人的领土 还是不要太嚣张的好 使者看到现在情势对他不利 刚才嚣张狂妄的气焰 变得收敛许多 他尴尬的问 这里的国王是谁啊 一位雅典长者站出来说话 他说 我们的国王是一位伟人 你站在我们的土地上 就必须要服从国王的命令 我们的国王就是不朽的英雄 特修斯的儿子 德摩峰 听到了特修斯的名号 使者惧怕了一下 还是不要轻取妄动的好 他马上就回去将这件事情告诉国王 特修斯的英勇事迹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杀了米诺陶这个怪物 想必特修斯的后代也不是豪乐的 胆小又无敌的孤王决定 先暂时犯过海克利斯的子孙 以后再想想别的办法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咯 请继续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那有宗斯、赫拉、阿布罗带帝 还有普罗米宵斯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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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行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窗神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懷金牛 开心生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后带领 不管是过往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山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大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